欢迎收看 神秘天赐的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 佛的种词 陀罗尼 带在身上 所以我们这个 不清静的身体 就 把佛的力量 布施给众生 特别我们有排位 超度 各位 森林总来走去 特别第一个大水求众 叫灭罪 成佛众 任何一个众生碰到 这个众 他就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带着人 消除无量业障 所有诸佛菩萨的功德 化成光 融入在你身心 大水求咒 第二个各位强念的 欧玛的北美宫 六支大民咒 带着这个咒 我们连呼吸 都在利益众生 当然各位听我这样说 如果你有信心 那你会觉得太重要了 这个比黄金珠宝 还重要 因为能够利益众生 也因为利益众生 我们自己就得到了利益 所以现在的科技 把这九种种 都十种放在一起 内外都是咒 这也是局势的发心 那各位将来 自己可以印 印成各种 众生喜欢的样子 颜色 然后呢 给他们带着 所以每一个咒 都代表无量的意义 甚至你看到水 你上面给他写一个咒语 这个水就有这个咒语的 加持 甚至各位经过一个水池 哪怕是一个湖泊 很大 你给他印个大贝重 那这里面就有 大贝重的力量 随着你的悲心 你的悲心越强 维持的时间越久 就像七天 两个七天 四十九天 两个四十九天 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就会 升起更大的悲心 因为这个悲心 就像初一的月亮 就感召 初一的光 到了十五的圆满的心 就有十五的光 所以为了要帮助众生 当然我们希望自己 达到十五 一切圆满清净 而且骗一切处的悲心 所谓骗一切处就是 你对佛教徒 非佛教徒 你对亲人 或是恨你的人 你都平等 这个叫舍 冤亲平等 那你的悲心 才不会有障碍 如果你自己烦恼 贪嗔痴又很强 那也会障碍到你的悲心 所以就像开这个光 我们希望开到地 那个亮度才会够 就这个意思 所以 站在大乘佛教 虽然我们不是佛 但是我们发起了愿成佛 帮助众生的菩提心 那最重要的 就是保持那个悲心 那有那个悲心来念佛 来诵经 来词咒 来做焉供 那力量当然不一样了 所以在经历里面 记得很多 过去佛 以这种悲心 菩提心 为众生 供一朵花 就被授记 或是点一只香 就能够体悟真理 所以 简单地说 学佛让我们达到 生命最高的效率 为了要达到这个效率 所以不要 起心动念 就像我们来 这么远的地方 受报官再见 来去短期出家 就是要去除事先的 事件的这种杂染 欲望 分别 那这样比较容易开发 自信 就像水清了 月就明了 但是如果各位来参加法会 还有杂染性 还有分别性 还有特别的动机 不好的 那对你就很大的伤害 所以 要保持这种寂静 就像各位这几天练习 打坐 打坐的时候 最简单的打坐 就是什么念头都不起 保持自然的状态 然后 平常我们是在喜欢不喜欢 然后呢 开始静坐 叫止的时候 如何恢复自然 所以当然通过呼吸 也可以 透过念火也可以 或者你在 生理里面精醒 很专心的注意你的脚步 或者注意那个 风吹到你身上 或者太阳晒到你身上的感觉 这个只是一个 让我们先脱离 世间红尘 或者一个 执着的记忆 或痛苦的记忆 执着就是你爱 你想要去抓住他 或者痛苦的是 你要排斥他 把这些都超越掉 各位要 念习 走路的时候 每一步踏着起来 你要感受到 脚贴到土地的方法 呼吸的时候 进出进出 然后你要去 试试看 让自己 能够 指 就是肯定 专注 然后你专注了 慢慢地把这个专注 移到 真理的思维 思维 无常 就是说 我们看这么多经典 八大人厥经 心经 然后你要把你的心 跟这个经典的 法义连在一起 那这样还不够 是这个法义 跟你生命有没有关系 你明明知道无常 你知道了 思维 那你为什么还在追求 这个无常 你还在贪恋 这个轮回呢 或是世间的快乐呢 那当然就是没有 深深地去思维 你才会去执着 这个世间的快乐 当然我们常讲一句话 佛教里面所讲的快乐 什么叫快乐 就是没有痛苦 才叫快乐 如果你还去追求 一个快乐 我看到这个花很快乐 我看到那个人很快乐 那只是一种痛苦 所以特别是 我傍晚再见 让我们没有欲望 晚上不吃 不去看电视 特别现在这边 手机又不太通 最好 最好全部不通 然后 那个时候你就会专注 专注在 你应该专注 如果这个世间有太多的 我们叫红尘 那就会 让我们的六根肮脏掉 我就不清静 因为你想要去看 所以我想一个佛堂 布置的都是这些 佛像 经典 或甚至 要回向的对象 可怜的对象 它就要让我们引起这种 清静的念佛 看到自己 所以文殊佛萨 是自己的智慧的显现 所以 本师释迦莫利佛 是圆满佛性的展现 观音菩萨是慈悲的显现 所以 如果你有悲心 那你跟观音菩萨就 相应 所以 当然最大的功德 就是让自己保持 这种佛性的状态 你戴不戴 这个都无所谓 因为你的眼耳鼻舌生意 都是在那种 最好的状态 去利益众生 就像 点亮了 然后他们的黑暗就消除了 我们点亮了 就可以引导他走入光亮 不然世间人都在 黑暗里面摸索 摸索 然后 要让他看到 真正的快乐 极静 就像当初 设立佛尊者看到 马圣比丘 就像当初 希达托太子 看到天人视线的 那个出家人 因为他看到老病死 他惊吓了 因为在皇宫里面 他没有去想过这个 或者看过这个老病死 结果 第四课看到出家人 把他连在一起 所以 事实上 这个老病死出家人 那是天人 视线的 释迦牟尼佛过去的师兄弟 所以 大梵天也跟 忽明菩萨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 在兜率天主 忽明菩萨 请求忽明菩萨 转世到人间 度众生 那这些梵天天神说 如果你去投胎 我们一定会创造因缘 让你益起你的愿力 老病死出家 所以我想 讲到这个就是说 各位解散员很重要 就像各位在这边 做焉供 那是观想放生 回向超度 那这些众生 他升天 升天第一件事情 就是想到 他过去是什么 第二件事情 是想到 他为什么 能够升天 原来是各位帮他回向 做焉供 恶鬼升天 所以他就非常的感恩 想要来回报我们 所以 那我们如果一直这样 解散员 回向 甚至各位在森林里面 沙沙干露 或沙沙蜜 知道那边有很多兔子 沙沙 豆子 花生 那 生生世世都在 一直跟众生 解散员 所以同样 你手上带着 这个九个咒 如果你会念的 你就观想它放光 按照经典是 蓝色的底 金色的光 当然如果你深入在研究 每个咒有每个咒的 种子制的光都可以 然后这个光就射出去 射出去 去帮助众生 当然释迦牟尼佛的光 是从他的心间 乃至从任何一个地方 显现不一样的光 所以释迦牟尼佛 有一些去菜市场 去菜市场 有一个老人家 在卖鱼 然后呢 他边卖边在那边叹气 所以我一辈子卖鱼 这么辛苦 结果我儿子居然死了 不然他就可以接我的事业 我不用这么辛苦 他这边怨天尤人 那佛陀看到了 就笑 这个不是不慈悲啊 从他的牙齿就放广 造了这个老人 还有呢 他意念的死掉了儿子 整个市场 那时候一只鱼 还正在跳 等一下就要死了 那这个老人就抓这只鱼 准备让它死了 要卖掉 那佛陀连这只鱼 都造下去 放广 超度他们 所以那个时候 阿难就问佛 佛啊 你刚刚笑 为什么呢 佛陀就说 这个老人 一辈子都去河里面 去抓鱼 拆散这些鱼的家族 因为鱼是成群的 虐待他们 他都没有讲到 伤害鱼 破坏他家庭 伤害他生命的苦 但是呢 他居然在抱怨 他儿子为什么会找死 你看他们一不一刺 哎呀 我给他放光 所以 第二个呢 你看那只鱼 那只鱼 过去是一个天人 不可一世的天人 寿命八十一节 这么长 专门修空观 和进入空定 但是他执着那个定 所以寿命这么长 结果 享受了这个天人以后 现在堕落这只鱼 正要被杀 所以 佛陀给他放光 叫牙齿放光 因为市场人都在杀身吃肉 也超度了这只鱼 所以我想各位 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去做 只要你有一个悲心 看到一只鱼要被杀 看到一个老人 身体不好 或是犹豫症 等等 那你就给他 阿弥陀佛要施咒 当然法门物量是因为血 因为众生 各种的众生 所以哪一天 大家如果很认真 修到有他心通 那你要知道 他在想什么 他的烦恼是什么 像佛陀一样 究竟了解 他就可以真实去帮助他们 所以刚刚那个故事 还没讲完 结果佛陀在放光的时候 跑了一只猪 全身都是粪大便 猪来市场要找野菜吃 大家都赶快闪开 佛陀呢 还是笑一下 给他放光 阿弥陀就问 佛你为什么要笑呢 佛陀说 在无量无量寺以前 我刚开始修行 做一个三宝弟子 然后呢 我虔诚的守五节 做善事 精进的百千三大二生七节 最后成佛了 这一猪在我那一寺 无量节前 做三宝弟子 守五节 他就是我 住在我隔壁的 邻居 但是他无恶不做 自己家里还开个神坛 不但开个神坛 专门用骗人 甚至骗女人 所以无量寺的轮回 我已经成佛了 他现在呢 堕落一只全身发臭的蛛 佛陀依然给他放光 愿他能够脱离 无死劫来的无名 所以这个经典里面 叫三孝因缘 所以佛陀呢 讲到放光 那么他看到众生 然后就从不一样的地方放光 也借这个机会 跟阿难说法 那为什么佛陀 特别要跟阿难说法 因为阿难会把佛陀的 这种因缘果报的真理 透过阿难传流下来 虽然我们 现在不是身在佛的时代 但是我们听到这个故事 各位要深信 真是如此 这个世界 就是如此 好 那各位刚刚做了 实时 那这我们法师说法 希望这几天 多一点交流 讨论 简单的说 第一个 如何消除自己的业障 要忏悔 第二个呢 超度 无始劫来 可能你旁边有一些债主 众神 亡魂 你经常胃痛 你经常头痛 那 那你要找出 他到底的因缘是什么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来加持 在你非常有信心 背心的时候 做个烟共 撒个米 那超度的重视 无量无边 你自己可以 了解 所以对你来讲 就不会退转 所以要把 佛经里面所说的 每一个 一个行为 思想 你要印证 你要自己去印证 任何一个行为 因为这个叫缘起 各位要念习 我跟树有关系 我跟烟有关系 我跟牌位有关系 你千万不能 与我无关 代表没空性 所以就像各位 坐个游览车 从一个地方 到一个地方 每一寸土地 花草树木 那边的天空 那边的云 那边的水 都跟你产生关系 这个叫随缘 你要广度众神 你不要在车上打瞌睡 那就浪费了 浪费了 为什么 因为你 你跟每一部车子 每一个树 路边的一切 都要结缘 只要你用的悲心 这个结缘 就有点像阳光 晒在你身上 你要感受那个热度 你跟所有的 花草树木 你都要感受到 你跟它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两天 各位要做这种 森林禅修 并不是你在 我在走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只管我自己 我管你花草树木 那这样你就不会修了 因为我在走路的时候 我经过的每一片土地 花草树木 都跟阿弥陀佛 连在一起 我是跟众生 连在一起 在念阿弥陀佛 我们归一三宝 是引导了所有众生 归一三宝 父母为首有情重 不是我在念阿弥陀佛 因为所以 虽然我们发普利心 但是不能走路严绝 走路严绝就是 你忘了跟当下的 情境众生 合为一体 合为一体 它叫空性 那各位要 因为很寂静的地方 你很容易感受到 我能不能跟他合为一体 如果你能够合为一体 真是你看到一个鬼 你都不会怕 为什么 我马上在念佛 鬼就变成佛 你可以转化他 因为你现在跟他 连在一起了 就像我们学佛的 妈妈在生病 我好好的念经 回向 他会好 这要透过你的实修 你了解 信心 所以我们来回向 我们来超度 没问题 那你要一直一直这样感觉 如果大家很认真 事实上外面那个烟 只是一个把东西烧掉的烟 但是透过我们的信心 悲心 它可以化成甘露 因为这是我们的愿 按照佛经的愿 可以让恶鬼升天 可以让这边土地聋人欢喜 也可以拿这个来供养诸佛 上供下施 所以万法为新造 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 你要感受到所有的花草树木 风 风吹到你身上 这个变成阿弥陀佛的风 所以上面挂着这么多金凡 二十四护法诸天 诸佛菩萨 就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加持 那各位这几天在圣灵里面这样走 或者打坐的时候 你要让自己 先学习自己跟树龙在一起 跟风合在一起 跟水合在一起 让自己变成没有分别 不然现在有个分别 它是树 我是人 事实上 没有树就没有人 没有人也没树 因为我们必须要得到树的氧气 树得到我们的二氧化碳 那树不能够离开地球 水 阳光 矿物质 等等等等 特别这些老树 有时候年纪都比我们大 甚至很多树神 他起千年 他都看过佛陀的 所以佛陀做了多少次的树神 来利益这个世界 这个树神可以给几千万的蚂蚁 鸟 松鼠 各种雾命 这里面每一片树叶都有一个树 树魂 变成他的家 所以这片树叶枯掉了 然后他变成短命鬼 然后他马上要去换另外一个 然后就不断地轮回 如果各位你这样去看世界 你要专注 专注 一般人说我拿个背包要去上班 所以我根本没有想到旁边的花草树木 我就感觉时间时间 不能被扣薪水 但哪一天你 那一天不是要上班 是出来散步 那时候你就会可以感受到树的花草树木的美 跟它存在的必要 然后你就会融入于对方 来自你可以感受到对方的苦跟乐 所以我想一块大石头 有人会看出它 它想让一个什么样的动物的情境出来 甚至感受到这个石头在想什么 就像玩玉的人 他可以知道 那个玉 这个玉对他来讲是有生命 所以我想这些地水火风 你如何融入 但是讲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还在烦恼 我的贷款怎么办 我的婚姻怎么办 我的身体怎么办 那你就没有办法 融入在那边 就像各位打坐的时候 哪一个不会酸痛 都会的 它只是一阵来一阵去 但是如果哪一天 你能够做到清安 就感受到你没身体 你身体跟整个地球世界 或是你观想的情境和微体 那就进入那种层次了 但是佛会说 也不能去享受这种禅的快乐 就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八卦 刚刚讲那个空定 那已经到无色接天了 如果你去执着这个 那福泡享受完了 你还是要堕落 变成一只粪粥 臭粥 还在轮回 所以我们是要去分析 分析一切 甚至来转化一切 所以把烟变成干露 把水变成干露 把阳光变成干露 所以看到阳光 各位都说 你不动佛 人家不动佛心中 甚至要感谢太阳公 对这个世间的价值 所以阳光变成佛光 阳光变成世间福报 乃至荒草树木的祝元 那这样去互动 所以如果你问我学佛是什么 就是以世界和谐 以众生和谐 我是人 你也是人 我们希望对方快乐健康 这是暂时的快乐 进一步学佛的 更希望对方 皈依三宝守戒 有人天福报 进一步解脱 进一步能够成佛 所以那一针马也 所以我们修行佛法 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成佛的因 是所有众生都具足的 一针马也具足如来藏 成佛的种性 所以如何帮助这一针蚂蚁 脱离蚂蚁的这种业宝 进一步身为人 为人 狭满人生 那他在做蚂蚁 我现在在做人 那我更不要浪费 所以人生宝 体悟生命无常 所以我更要精进 虽然我在精进 但是要帮助这些蚂蚁 这些无形的众生 一只鸟 也都能够脱离他的夜报 也都能够修行 那你要 对自己跟对所有众生 要用一个正确的心态 但是你一定要去 很认真地跟他 合在一起 所以世界是我们的母亲 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 就像我在 做个比例好了 我在房间 那我不能只想我的事情 我在想 等一下我要来上课 那我要讲什么 对大家有帮助 所以我把这些书 看了好几本 看这些经典 可以增加讲话的内容 但是重点还是一个悲心 就是希望 对方得到利益 那你不能说 反正我现在没事 我可以做做我自己的事情 那这样就可惜了 所以不要舍弃众生 就像各位坐在那边 那我坐在那边 能够对我的前后左右的人 以及旁边的牌位 跟这个森林道场 跟整个荷兰 能不能产生帮助 只要你生起一个 真实的悲心 感受到众生的苦而乐 愿意承担 你做什么都在利益他们 连呼吸都在利益他们 特别各位也会 也会念众语 那你要开始保持这样 不间断不间断的念头 每一个动作 但是不要太注意自己的动作 而忘了众生 所以有时候在修行 他们饭菜什么 很认真没有错 但是你走过他面前 他不理你 我再关心我这个筷子对不对 这样也不对 因为这样你 你只有智力 我们要达到 智力为了利他 我这样做 我这样专注的保持菩提心 是为了利益走过去的 风吹过来的 那只蚊子 那些 有形无形 你身体洗过澡 就像我们外面在御佛 任何一个水 经过佛性的加持 那个水就化成吉祥水 不可思议 所以如果你在洗澡的时候 都怀着菩提心 也在念了这个 欲佛记 那你洗澡是个功德 所以 那为了让我的洗澡成为功德 为了让我的刷牙变成功德 那你的一口水 因为你念变事咒 你念了这么多经典 所以你的一口水 都化成甘露 哪怕涂一口痰 都可以利益众生 哪怕你生出来 排出来的大小便 有时候你会忘记 念这两个咒语 就是把 净房里面的 这些大小便 都化成甘露 去利益 利益众生 愿他们用脱离 大小阴鬼的痛苦 升天 去净土 你会加念 奥马里边面 发起菩提心 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往生净土 重点是你有那个念头 当然有人问我说 上厕所还可以念吗 重点是一个悲心 你现在念的是 对对方有帮助的 你千万不要在厕所 看到占领法师 师父奥弥陀佛 他要怎么回答 我们讲的是 对那些可怜的 所以 当他讲这个 学佛威仪 各位还是要看一看 在什么世间 做什么事情 所以你要知道 师父在打坐 你就不要给他 哭哭哭 所以有些门口 还会贴一个 你就不要去动它 灵动 欠将水 不动 道人心 是你自己 明明看到一个贴子 结果你不看 还哭哭哭 甚至有人在打坐 还把手机开着 你明明要让他来吵你 那是你自己不想入定 你想入定的时候 手机都要关掉 再来 虽然很吵 你也可以入定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预知到的 现在机器的声音 人在讲话的声音 这是你预定知道的 所以你还在讲课 你也透过你的声音 所以声音 重点内容什么 也很重要 但是这个声音发出来 有没有悲心 也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悲心 内容再好 叫箍照乏味 所以两个都要 你的声音要有悲心 然后内容要符合佛法的加持 我们讲的是佛法 不是我的想法 这个观念很重要 你的想法跟佛法 差很多 我们实在是透过 世间人的语言方便 要表达佛陀的教法 因为我的想法不重要 因为我们是凡夫 所以我们这个没有加持 但是如果我们对佛法 有信心 去思维 又有一个悲心 甚至愿透过自己的语言 表达佛法 那那个时候你全然放下 这个叫自信流露 那每一个佛都会加持你 你的声音思想 就不离开佛的轨道 那时候在帮助众生 所以你就会把握到 什么情境来唱歌 是最好听的 就像你要唱母亲 那你要观想母亲 对我们的爱 然后唱到流眼泪 那现场每一个人 都给你感动 也流眼泪 都想到妈妈的伟大 那这首歌就成功了 而不是在唱歌的技巧上面 所以而是那种 对母亲的感恩怀念 和感动了别人 所以我想 那特别要超度这些 刚强难服的 甚至要伤害别人的恶魔 那佛法教授我们 那就是唯一的武器 就是大悲心 所以各位你要大悲 无畏不用怕 所以特别这种地方的好处是 各位你晚上睡不着 你就一个人走吧 走走走突然来到魂牧 你还说好幸运 还超度 因为你要征服你自己的畏惧 怕孤独 怕黑暗 那这个就是一种 我一定要练习 如果你不练习 打坐的时候你都会怕 怕到我打坐 进到一个黑暗的地方 然后听到什么声音 你会怕 那你也没办法坐 因为什么声音都会有的 如果你打坐 但是你要去分别 你要追求的是什么 你要追求的是看到自信 来自感受到佛的慈悲 而不是这些杂念 所以外面也有声音会干扰你 这里面的烦恼魔也会干扰你 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你要请护法 所以我看一本经里面说 前南菩萨观公跟释迦牟尼佛的因地两个是一起修行 一起发愿 那释迦牟尼佛那时候感受到众生苦 发愿成为众生的医护主 要来普度众生 那前南菩萨发愿 要来守护所有精进修行的人 以及满足所有贫穷人的善愿 所以在台湾观圣地里叫恩主公 你要求什么他 只要是善事他满你的愿 但是他护持修行人 所以但是他的轮回 过去做过龙王为老百姓被断头 后来成为官公讲忠义 被断头 但是后来成为就像执着这个被断头 后来智者大师度了他 发菩提心 我想这个都是一种视线 那智者大师就是小释迦 那就是释迦牟尼佛 一样又连在一起 要互相帮忙 所以如果我们想到这个 然后你去齐寝 当然各位如果有一个官公咒也很短 甚至你不会念咒 你要直接齐寝 切兰菩萨或是观圣地君 他都不可思议的加持 所以台湾人在重要的事情做决定的时候 都会跑到台北市 最感应的行天宫 官公 在那边 拨杯 到那边去就是特别准 就很奇怪 连请都不用请 像你在这边拨杯 拨到老半天乱跳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不像那个地方 但是我们早上已经齐寝了 希望诸佛菩萨 这十几天都降临加持 那如果我们的心越虔诚 那么我们守的戒律 越圆满 那这佛菩萨 戒在者佛在 力量就越大 所以等一下 如果你要 等一下就也会发给各位 这边有几个问题 我们回答一下 就像今天八万灾 明天 今天还要吃晚餐 如果晚上不用吃 你看多快乐 就没有花时间 在那边撑饱了 还要去散步 让它消化一下 免得长胖 又不会昏沉 所以晚上不吃 第一个少病苦 第二个断欲望 就没欲望 没有欲望 第三个不容易昏沉 容易入定 大小便利 更重要的 恶鬼不会吐火 所以我们汉传火教 很多法师 虽然在寺庙 为了度众生 要吃 但是他们在四点半以前 一定要把蒙山事实做好 所以 先让这些恶鬼道 能够满足 那这边有几个问题 我们 先回答 网络游戏中 提升等级的时候 要杀很多游戏中 设定的怪物 是否需要 忏悔并超度 站在 声文界 就是说 就是小秤的 它是以行为做戒律 你真的去杀才犯戒 但是站在大乘佛教 你有杀的心 就犯戒 叫菩提心 菩提心戒 所以一个修菩提心的人 绝对不愿意 就往 就往那个网路 杀来杀去 因为你就是 一直在 在种下那个杀的业 杀的种子 对你将来非常不好 所以 但这种情况 那看来什么样的动机 所以小秤以行为做戒律 大秤以动机做戒律 所以你这个动机 是杀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如果 各位真的现在 年轻人喜欢玩网路 你应该去设计 如何救 大家来玩 救 用以救为主题 来成为他的网路 那这样可能 帮小朋友就很大 我救了很多老人 我救了很多鱼 他用网路的方法 我救了要被杀了一只牛 这个就很伟大 这个真的是 旧事件 叫善巧方便 就像我们 我们现在做烟供 也是一种旧 做得很香 我们念老半天 希望他可以超度 这些中阴生 什么叫中阴生 刚被杀掉了 中阴生以味道做食物 这些恶鬼道 很多恶鬼道 以这个做食物 而且以这样的上供 像是马上可以回向 那些病苦者 亡生者 所以我们也是在玩网路一样 这种心灵的意志 所以希望能够救 所以因为这样就培养了 悲心 累积了资粮 但是这个网路的 砍来砍去还得了 所以各位要设一个 观音救苦 观音菩萨 怎么去救 地藏下地狱 怎么去超度 看谁超度得多 那这样对事件帮助很大 所以当然在心态 必须要忏悔 所谓超度 那当然超度 也必须超度 这些烦恼魔 真实被伤害的众生 就像各位 你吃一颗鸡蛋 你过去吃过鸡蛋 那你要记在心里面 所有的母鸡 所有被杀的小公鸡 小母鸡 所有经过配种 那些母猪母鸡 很可怜 那我吃了鸡蛋以后 然后你就要开始 关心他们来忏悔 超度所有的这些 那难不难 各位 观想很重要 所以观修 观修是金刚秤的重点 观修的时候 自己变成本尊 变成要师佛 然后呢 如何去超度这些母鸡 小鸡 所以为他们念 要师走 观修他们 脱离他们的色身 叶报 也成为流离光的身体 而往生净土 那你过去的 这些杀叶 就变成一种 很好的助缘 这个叫金刚秤 叫转化 小秤是消灭贪秤痴 然后呢 大秤呢 那他是不起贪秤痴 就失为空性 那秤呢 所秤呢 所秤呢 就是当下利用这个逆境 逆缘 转为道用 这个贪心越强 则菩提心越强 所以把这个贪欲 转为我如何帮助更多 所以 但是这 各位在修行的时候 是三个合在一起的 也是我们这一次 希望 这几天的课程 要把 修行佛法 这个叫法华性 叫一秤 因为众生 皆有佛性 但是你要成佛 那怎么样 最快的方法 成佛 但是不离开 人天秤 小秤 大秤 密秤 合起来 但是不要把它 裂开来 归属哪一个宗派 才修 这样就 太可惜了 再来 男女之间 是因为有缘 才做夫妻 但为什么又是一种业障 而且有障碍还要还的表现 那是因为动机 所以有一句话 相欠才会相见 相见才会相爱 相爱才会相恨 你没有见怎么会见 没有爱怎么会有恨 所以 那当然是有一点因缘 但是你要转 修行就是要转 转念头 这个痛苦来了 我如何转念头 这个欲望来了 如何转为悲心 但是你不要跟着感觉走 因为你要保着正念 你还没有学佛以前 哇 这个人惊鸿一瞥 很多人不想他不行 不爱他不行 那是一种业障来了 所以它是你如何转化 你自己也不能陷下去 如果说 你都因为跟他有缘 所以我没办法 那你就没有再修行 所以我们叫 揽屋门 跟清静门 你不能走入这个流转 揽屋的 你要转化它 成为一种清静的 利益对方的 你不能随顺这个 所以之前我们还没有学佛 那你这样做还有道理 你现在学佛了 还故意这样做 那就没道理了 那只是说 现在就是忏悔业障 对不起对方 因为当初 他勾引你 还是你勾引他 那我们只能怪自己 是你自己也勾招他 所以 但是你要了解 你这个勾招 当然 这个缘不是关于一个单纯的东西 你跟他结了很多缘 这里面有感情的缘 也有付他债的缘 又被他打的缘 都放在里面 但是你拉起一个 其他都要全部拉起来 你不能在永远谈恋爱的状态 但是如果没有 何必当初 没有当初这个瘫 就没有后面这个问题 这就是阿罗汉 为什么要断除贪嗔痴 他可以赶快入涅槃 阿罗汉如果活着 他这个夜暴体 还是要享受夜暴 就像木剑年 要被打死一样 只是佛陀要劝他们 回小向大 所以除了没有贪嗔痴 还要进入空性 没有我 没有我在被打死 那你才可以不断地 来轮回广度众生 所以讲到男女问题 当然最障碍修行的 就是男相女相 不管男男或女女 现在外国还流行 同性恋 反正都是欲望 所以那如何你去转换 那欲望越强 转换的空间越大 力量越大 如果你对人都没兴趣 那你就不会度众生 你不但要爱人 还要爱男人 还要爱女人 还要爱狗 还要爱鬼 那你的力量才大 那你如何去转换就好了 这个也不会很困难 你把你爱儿女 爱那个人的方法 去爱所有生命 这个叫修行 你要强迫 要强迫你自己 就像你是一个爱女孩子的人 现在强迫你去爱男人 这个叫修行 你可以做得到 因为你把爱女人 放放来 爱老人就好了 希望关心他 对他好 那你要修行变成习惯 习惯去这样做 因为对方有感恩的心 你不是以欲望为动机 是以感恩的心为动机 对你来讲 就没有问题 像我有这个经验 因为我结过婚 我自己学佛以后 我就觉得 我要断男女与王 所以我守一整年的 八万在戒 我心里发这个愿 但是那个时候 还没有正式守戒的前一年 我想说 我将来一定会出家 我会守这个戒 那现在两年 前一年 我都对我太太 非常好 非常好 你可以免 后来我那个时候想法是 我居然可以变成这样 我以前 在我太太生完小孩以后 我对她就 没兴趣了 因为她变成是孩子的妈 然后身材又变了 没有兴趣了 那是因为我学佛了 然后 那我应该要对太太好 而且我计划将来要出家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对她 我发觉说 奇怪 兴趣又比以前更强 但是那个时候不是欲望 那时候是什么 感恩的心 所以 所以有感恩的心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以自己的立场为主 是希望对方快乐 陪她去逛街 陪她去看电影 她去卡拉OK 我也陪她去卡拉OK 那时候有感恩的心 又有另外一种快乐 所以我就经常跟那些男人说 生命的第二春 不是找另外一个男人 另外一个女人 是你改变心态来对她好 你会觉得 她再怎么胖也是没有 她再怎么秃头也是帅 可以改变的 原来这个世界是心态改变了 再来我就要进入出离心 所以我要走 不可能再跟她睡觉了 再来我就永远不会跟她再讲话了 因为我要出家了 我的心里不会再去想到她了 所以我只会回想给她 但是没有男女的想法去想她 所以各位你要自己去征服自己 比如说你要出家 那你放不下儿子 我有这个过程 但是这个是我要自己要修的 我师父说 这个我没办法帮你 你如何把你儿子 从你心里面拔除掉 这个拔除很难听吧 就是不让她放在你心里面 你对她只剩下一种平等的悲心 而不是执着的父子之情 那你要自己去转换 如果你没有去转换 就跑来出家 对你就会有伤害 那我师父说 这个我不能帮你 要靠你自己去思维残修 所以我认为各位也利用这段时间 你要问问你自己 所谓拔除不是你舍弃对方 只是说你才有佛法来帮助 如果你很执着你的先生 执着你的儿女 你就没有办法用佛法来帮她 因为有障碍 你就看不清楚真相 不客观 太主观了 太主观 你所讲的佛法 是给对方一种压力 所以拔除是为了更爱她 而不是舍弃她 那各位你要征服 特别各位要受 所谓的八观摘戒 就是要修处离心 所谓要受菩萨戒 是你要平等地去爱一切众生 你不能心里还放着 你特殊的儿子 或特殊的哪一件事情 那这个你要自己 要去问问自己 有人对钱很执着 有人对感情很执着 有些人对健康很执着 这些都不是空性 所以有这么多法师 特别我们有三位比丘尼 我们会分主 结过婚了 找我们战绩法师 他结过婚 生过小孩 没结婚了 找我们心育法师 因为他们没结婚 对不对 那你没结婚了 可以跟没结婚聊聊 要跟结婚的聊聊 所以那我们男众那么多 当然都可以很客观地 来讨论问题 因为我觉得在西方国家 他们不喜欢这样 这样一直讲 他们喜欢做原作 在那边一直讨论 这种心灵交流 有时候真的有帮助 特别以前我在监狱辅导 那些吸毒的死刑犯 甚至这个人想要自杀 那监狱就会把这个事情 交给我们 对我非常帮助很大 我对对方有没有帮助 我不知道 但是我对我帮助很大 因为我可以深入他的心态 然后我就会想说 用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 为了要帮助他 我会祈求佛菩萨加持 我讲的这个很重要 你千万不要只关心自己 而不去关心别人 你绝对不会开智慧 所谓佛陀的大波涅槃智慧 它是对所有众生的烦恼 都有帮助的能力 只是有没有缘 那为什么他可以帮助什么 因为他深入到每一个众生的苦 跟乐 他把众生放在心里 就像我们把儿子放在心里 把妈妈爸爸放在心里 你就会一直去关心他 那我会特别强调 各位你每天都会像你的爸爸妈妈 妻子父母 历代父母 像我 我这个人会一直查查查查查查 我在荷兰都出生过三次了 我每一世的父母有没有超度 我每一世有没有结婚 我都查 有没有儿女 我都查得很清楚 然后 我虽然没办法度众生 但是对这些有缘众生 站在解脱道 我必须先做 我从有缘众生超度完 我才可以无言大词 去帮助这些 所有的友情 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你不能说 反正我在修行 我不用管我爸妈 有没有超度 不能把这种西方的观念 带到真理里面来 特别各位说 菩萨界是以父母为主的 以祖先为主的 不孝顺的人 不可能得到佛法的加持 所以 那各位要怎么样的去孝顺 所以曾经我们以前 有个出家人 我父母都死了 所以我来出家 我说你先去老人院好了 我就问他 你再次你爸妈 你有没有百分之百孝顺 他不回答 我说你先去那些老人院 把里面的一个男的一个女 当做你爸爸妈妈 把他服侍得很好 你再来谈修行吧 不然你没有资粮 没有功德 你会饿死了 你又不孝顺了 连土地公都不理你了 那各位这个要 你就要去实修 然后你能够把 把所有的众生父母 都当做你自己的父母 那就是一种平等悲心了 那时候你会很急 我要赶快成佛 不然我怎么可以帮助 这么多的众生父母呢 那你就会发起菩提心 那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我的父亲已经往生两三年了 我天天回想 我天天供饭都回想 供养爸爸 我妈妈还活着 供养妈妈 我都要观想 我所有的饭菜 所有的功课 吃个水果 我都要观想 并不是爸爸不在了 就不用吃水果 这样 那这个因为对你很重要 因为你对待你自己的父母的方法 去对待所有的人 我的丈母娘 九十五岁了 还活着 有几个老法师 对我的关心 超过父母 我天天都要回想 那对我来讲 那你以这样子的对境 感恩的心 去回向给众生 所有的众生 所以当你在想到你妈妈的时候 突然一只兔子跑出来 我问各位 那只兔子有没有做过你妈 百分之一百 你要知道因缘 你在想你妈妈 突然一只兔子跑 那只兔子就是你妈妈 不信你去拔杯 为了如此 不然你不会相信 所以后来你就不用再问了 为什么 没有缘的不会靠过来 你看不见 碰不到 所以你要不断地回向 有些像我 他们安排我住那个地方 隔壁有一位出家人在闭关 那我在想 这个出家人一定是我 素质很有缘的 虽然我没有见过他 因为他在闭关 我连他男生女生 我都搞不清楚 但是我只要我醒的 都要回向给他 因为一定非常的缘分很深 可能我跟他语文不能沟通 但是我一定要用我所做的功德 来感恩他回向给他 这是我该做 然后他也一定可以感受到 感受到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 有一个感应道教 互相在做一个正面的交流 所以我想 每一个佛都对我们 百分之一百的关心 各位你要感受到 佛菩萨对我们的关心 和感恩 这个很重要 我强调这个是 各位你要恢复你的柔软心 那种好像一个 幸福家庭的小孩子 如果你还是认为 你是个孤儿 那你很难修 对不对 因为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觉得自己是个悲剧人物 你怎么可能去爱众生 所以要感谢到父母对我们的恩 诸佛菩萨对我们的爱 关怀 然后我们要好好地休眠 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诸佛菩萨 站在菩萨上 更要好好的利益众生 这才是对诸佛菩萨最好的供养 慈悲才是最圆满的供养 那我这样讲 各位要养成习惯 就是说 不管你在做什么 或是说你在禅修的时候 突然念头换了 你也不用 你又随顺这个念头去关 没关系 现在念头要叫你想到妈妈 现在念头要叫你想到爸爸 现在念头要叫你想到男女的问题 贪欲 贪欲怎么换 你也不要逃避他 把贪欲化为最高 转为活性 这样就好了 这一点不太容易修 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修的 因为有些人 欲望强的人不能修慈悲观 欲望强的人你修慈悲观 那你会被欲望抓去 那佛陀都有制定 所以如果真实要断我执 那经典就告诉你 一定要亲近已经断我执的善知识 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找到 那你可以齐请 某一尊佛菩萨 代表断我执的佛菩萨 比如说爱染明王 或是咕噜咕噜的佛母 比如说你现在的感情上一直不安定 到底要出家好呢 还是要结婚好呢 对不对 或者是两个夫妻还弄不好呢 那你要去请座民佛母 座民佛母就可以把你的感情 升华为菩提心 那你要去看他的形象 修他的遗轨 念他的咒语 或是去帮别人转化 他可以把他勾招转化 那爱染明王是把他断除 他是用称恨相去断除 然后呢 座民佛母是用 用极境相 很漂亮的这个女人 拿着莲花勾招去转化 那这些方法 各位要学 对小乘的贪欲怎么解决 对大乘是持戒 对密乘是转化 那这些方法各位可以 因为念头来了 你就去思维 那思维哪一天你会发觉 这个时候突然 你看了一本经典 所以各位你桌上最好 随时摆一堆经典 然后你就会觉得 那一本放光 我要你看 因为佛菩萨他 他急得不得了 只是因为他可以了解你 但是你看不到他 很可惜 就像莲花生大士说 我希望你意念我 念我的名字 我希望你 那我就可以进入你的心 所以 但是并不是他不关心 每一个佛菩萨 对我们都一样 特别各位今天 要来到这个地方 受宝文哉戒 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 诸佛菩萨早就在那边等了 你的父母祖先 等得超度了 你的冤亲在主 准备把你砍死了 不让你受到戒 所以各位一定要 忏悔 一定要 回向给他们 要有感恩的心 更齐请诸佛菩萨加持 所以 这十几天 你要当做大手术一样 已经签好一数了 等一下进了手术房 不是死 就是活 搞不好出来半生不遂 你要有那个决心 对你才有生命的改变 融入 再来 在我们家乡寺庙 他们信奉一位尼伯尔法王 他们有共灯小组 很精进 一次会共灯三千多盏 但是这位尼伯尔法王 告诉弟子可以吃肉 所以我对他没有信心 不想皈依他 所以可不可以 只参加共灯小组 但同时听生命电视台学佛 如果按照经典 修大乘佛教 是不能吃肉了 那你要吃肉 是你已经到达一个圆满的阶段 吃它是超度它 可以 我们不能依照哪一位法师 或者法王说可以吃肉 我们是依法不依人 这样你才不会落入一种 一种依人不依法 所以我想 因为如此 那我们取其长处可以 但是如果你去参加共灯回来 都觉得会生病 那你就不要去了 因为呢 平道不合 他们那边是水洗吃肉 那你来修悲心 所以你去参加你就不舒服 因为你的 你的护法神也会有感应 所以 站在这一点 当然我们也不能 然后就会参加